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需要大家重新经历耶稣受难的过程 帮助大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记忆 耶稣受难的整个故事是一个可以帮我们认识有关上帝的真相 耶稣是神 他骑着这个奴子去进城 他是一个很谦和的老师 他不是像一个带着军队去打仗 他是将军 相反的 他愿意去接受苦难 死亡 耶稣的特别是完全颠覆了人对神的固有的想象 耶稣经历了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苦难 就好像说他的门徒离弃他 犹大出卖他 彼得三次不认他 在赫西玛利沿他警醒讨告的时候 彼得和西彼泰的两个儿子 雅各和约翰 在这个很严肃的时候睡着了 令耶稣很失望 及后耶稣也会被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的压迫 他也被嘲笑 被羞辱 也会被兵兵去鞭打 他死亡的时候是被孤立的 没有朋友陪伴的 我们在经文中可以看到耶稣死之前其中一句说话就是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为什么要离弃我 这句说话是出自诗篇第十二篇的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面对一种绝望和同坐 在耶稣整个受难过程的罪说里面 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要面对不同的苦难痛错 也可以看到耶稣是仍然去贫着信心去向前走 他使用了诗篇二十二篇的经文去呼求上帝 去表达他的绝望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一些盼望的 因为在诗篇二十二篇的后半部分 其实就是带出一个盼望出来的 耶稣相信上帝的能力 以至他无需离弃或者拒绝上帝的安排 我们需要去反思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像犹大一样 为了一些利益去出卖耶稣 犹大一眼中只是得利益 只要哪里有利益 谁就是他的主人 首先大家可能会觉得 耶稣这真是惨了 看错了人了 怎会被犹大这些伴徒做他的伴徒呢 但是这样才正正表示 耶稣基督接纳所有人的 也表示我们的信仰 并不只是给一些好人的专利的 基督教的信仰是给所有人的 耶稣基督教的救恩 也都是给所有人的 就好像犹大这些伴徒 他也有资格的 在我们的信徒里面 一定有些好像犹大那样 有形或者无形的利益 将上帝摆在次要的位置 牺牲了我们和上帝相交的时间 彼得三次不认主 也说明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限制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像彼得这样 我们常以为自己对信仰很忠诚 但是我们似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当我们遇到我们控制不了 或者没有预测会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会不认主 背弃了信仰 彼得正面对的情况 其实可能是在一些国家很常见的 可能你只不过认自己的徒 你就可能有危险了 究竟在这个时候 你会用自身的安全 为一个首先的考虑 还是我不管 我会用上帝名做考虑呢 老实说我都不敢说 当我面对这么极端的情况的时候 我会怎么面对 在另一方面 就算不是和这些安全有关的极端状况 当你遇到一些很极大的苦难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肯定你会继续去跟随主 很多人因为苦难 最后离开了信仰 我们不会责备他们 我们明白他的处境 有时候有些苦难真的很难以承受的 我们唯有就是去为对方祷告 他有一天会回转 而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以很长很长 可能是几十年 比特和西比泰那两个儿子 在赫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 睡着了 反映中我们其实 可能我们没有重视到一些很重要 或者很严肃的事情 耶稣在赫西玛尼园里面 为自己将要承受的苦楚去祷告 他需要比特和西比泰那两个儿子去支持 他们似乎看不到事情的严肃性 或者重要性 加上他们的身体疲倦 最后就是睡着了 我们会不会像他那样 看少一些重要的事情 无论是教会的事 或者是别人的事 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轻了 就好像一些很普通的事情而已 就没有用心去完成 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祷告 很多时候 第一天会分享了他们的需要 我们可能很轻易跟他们说 我为你代讨 但是最后 你没有代讨 很多时候都会忘记得了 这些代讨 这些代讨 可能只是在口头上 去给到对方那种安慰 你没有真正的代讨 对方也未必会知道 不过上帝会知道 耶稣去承受的羞辱 被鞭打 也是告诉我们 上帝 并不是好像我们以前历史书 看到那些皇帝那样 那些只是懂得享乐 不理民间疾苦的皇帝 上帝猜派他的儿子耶稣 基督江西为人 他亲身经历了人类的生活 面对不同的苦难 上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他是到地的 落地的 他亲身经历了我们一切 一向对神的一种传统的想象 上帝好像不在我们的中间里面 但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 上帝在跟我们同行 就好像捉印的故事一样 我们以为上帝离开了我们 但其实上帝背着我们 向前走着 今天我们需要反思 究竟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信仰 究竟我们只想得到一些安慰 庭祝是什么呢 上帝猜派耶稣 为我们去受苦 我们会不会看看自己的问题 愿意向上去承认我们的罪 求主 当我们指责 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停一停 想一想 其实我们可能自己都在人群当中呼叫 叮死他 愿意我们时刻都去 时尚反思自己的时候 愿意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 Amen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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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